近年来,河海大学以建设南苍江美工河学院为契机 服务蓝美水资源领域合作的实际需求 推动区域类镇产学研合作走向了新的高度 近日,中国新闻社记者走访了该校的南苍江美工河学院 记录外籍留学生的日常 镜头前,正在认真听讲的小伙名叫吴贤祥,来自缅甸 2023年,吴贤祥在父母的关心下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到中国求学 目前,吴贤祥就读于河海大学南苍江美工河学院 主攻水利水电专业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吴贤祥,我来自缅甸 我是2023年来到河海大学读水利水电专业 吴贤祥告诉记者 父母从小就鼓励他多学习中文,多了解中国文化 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了 我主要上的是缅甸学校 但是我爸爸让我去上早上的那种汉语培训课 就是早上六点到八点学了三年 后面我本科毕业以后 我就去小鸡鬼电站上班 那里就有好多中国人 我的汉语也就是在那边慢慢进步起来的 中国很大,主要是想让我去中国看一下 吴贤祥说,学习中文很困难 但是只要坚持就会有所收获 我们是直接开始学字 就后面写那个血拼音 就是感觉中国的话字很难 来到江苏的话他们的方言的话是完全听不懂 最喜欢的也就是那个中国文化课 因为我们可以在中国文化课里面 学习到中国的永久的历史 就是传统文化 可以让我们留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和理解中国 吴贤祥告诉记者 如今在河海大学的学习和生活都很充实 上课时他会和同学们一起探究相关话题 分享个人的见解 下课时也会走到户外感受自然之美 我知道一首那个李白的诗 它就是那个床前明月光 以示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四故乡 我就觉得就是中国古代的诗 诗诗很美 感觉就是像念故乡的那种感觉 很有意境 在河海大学常州校区 课余的时候 吴贤祥总会来到图书馆翻看一本好书 放松一下心情 我觉得新校区蛮漂亮的 就是很大 尤其是这个读书馆设计比较好 环境比较优美 比较安静 很适合学习 出于对中文的爱好 吴贤祥还积极参加中文演讲比赛 获得了不俗的名次 我在江苏参加个汉语演讲比赛 那段经历是非常难忘的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汉语演讲 我觉得在比赛当中可以学习到很多口语表达能力 还有自信 作为学生代表 吴贤祥还参加了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民间人士联合考察团座谈会 吴贤祥认为 年轻人之间需要相互交流和互动 增进彼此的共识 我觉得在中国有一定的归属感的 因为在中国就是很方便 我觉得学习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交流过程中可以知道我们语言中的不足 还可以了解彼此的文化 我的理想就是我在这边研究学习完以后就会去缅甸 我在这边所学到的知识和技术 在缅甸的典力发展里面做出贡献 无论是在哪里 我就会做好中美两国文化最好的桥梁 同影一江水 命运紧相连 据了解 在兰媒合作的机制下 2022年 河海大学获批建设 南苍江梅公河学院 近些年 该院不断拓展在水泥工程 环境科学与工程 水资源工程等领域的突出优势 扩大蓝媒合作的朋友圈 开拓人才培养的新航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